真正的巷战机器人来了 为什么说解放军这款机甲大师S1能改变游戏规则 敬请关注本节目 近日解放军又爆出一款巷战神器 机甲大师S1地面机器人 据报道 这场演练共设置了六类一百多种建筑物 包括咖啡厅 居民楼 电影院 图书馆 商场等城镇建筑 说明解放军正准备应对更为残酷的巷战 很多人以为现代战争有大威力的援火 不需要进行残酷的巷战 现实远非如此 为了尽量保护地面建筑 有些背景的战争 往往要对躲藏在各色各样建筑中的敌人进行清除 解放军此前装备的无人侦察装备 可以完成对敌方地表目标的侦察 但是面对地形更为复杂的巷战环境 和建筑内部空间时仍然无能为力 由大江公司生产的机甲大师S1 地面机器人正好弥补了这一端板 机甲大师S1原本是一款教育机器人 售价在3500元左右 是第一种面向普通消费者的可编程机器人平台 机甲大师S1配备有双轴稳定云台和高清摄像头 其全向移动底盘 拥有极为强大的机动性能 整机运动控制相当灵敏 4个无刷电动驱动和4个麦克纳姆轮驱动 行动非常安静 盖机集成了视觉算法 能够标签识别人体 可以通过红外对目标进行指示 机器人能以每秒30分的速度 传输720P的高清画面 图像延时不高于200毫秒 其电池充满电要一个小时 实际使用时间为半小时左右 向战被认为是最为残酷的战争方式 可以增加作战能力较弱的一方的优势 进攻一方往往会出现比较大的伤亡 据专家介绍 在巷战中最可能引发伤亡的 是攻入陌生封闭环境的一瞬间 机甲大师S1的真正作用 是对建筑内敌人的火力配置进行侦查 让战场对进攻方变得单向透明 机甲大师S1拥有比人眼还黎明的人体识别功能 而且行动悄无声息 拥有极好的隐蔽性 机甲大师的列装等于解决了解放军 对建筑内部空间的情报侦查需要 战时在进入建筑物或路口之前 可以依靠地面机器人打前站 从而避免遭到伏击 这样的机甲大师就具备了发现 压制和攻击敌人的能力 可以成为真正的向战机器人 能改变游戏规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